所以说对于这三支队伍来讲 真的是说 不管哪两支队伍互相对阵 谁赢谁输真不好说 那我们也是看一下成员介绍 这边是 是的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来自IGL赛区的职业选手们了 而且这几天的表现 也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能走到败者子决赛的话 也就证明人家 现在就只输过一场而已 对 后面的一个调整能力 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而且昨天其实我们大家 对于Zita的一个发挥 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是的 这边是FL的选手Sasoli 游积积 皮皮茶 迈肯 哈瑟以及Emco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几位成员了 那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 就是看看今天 谁能够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但是无论怎么发生这个情况 对吧 我们这个总决赛 已经注定是两个不同赛区之间的 一个对碰了 对的 确实感觉对于 对于大家来讲 又是一个看点满满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IBS就像一个小深渊一样 你看这不是上一次深渊 对 也是两个赛区去打总决赛 不同赛区最后去争冠冠军 对不对 RC和成都机器 对吧 现在的话是我们的Zeta FL 或就是他们俩 其中一个队伍去打GR 也是两个赛区之间一个对决 所以还是蛮有看点的 对吧 蛮有看点的 确实能感觉出来 它的一个风格不一样 所以说给我们带来 一个视觉效果也是很丰富的 对 昨天的话FL也是已经是 跟Zeta战队去打过交过手了 对 然后我们当时也确实是 在很多的BP环节 给到了我们很多的一个惊喜 是 确实 其实GR的火 昨天是让一追二 其实赢得也并不是很轻松 还是很艰难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下选手上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赢得太大 赢得散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赢得与点栏目 赢得与点栏目 我希望有些人会有些人 所以我希望有些人 我希望有些人 我希望有些人 我学的部分 是有些人 有些人 我学的部分 日本和中国的違法 是 日本是一个人 都会有些人 但我认为 中国本土的阶段是 我会助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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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全是一人的助手 所以这场面是不容易的 ZETA的阿尔华選手 非常有力量的协调 阿尔华選手和战场的 プレーオフ的屈辱 大家可以解释了 那确实能从刚刚那个采访中 其实我已经开始有些期待了 因为像卡斯尼库这边他说 他们还有很多准备的战术 还没有使用出来 所以说希望能够晋级到决赛 有给到他们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给我们大家展现一下 是的 刚才的话 其实FL这边选手 Amico也在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阵阿努福的话 上次应该还是在这个总决赛了 对吧 对 我们这次的话要一血前耻 也是对于双方来讲 都是有各自的一个目标 是的 另外的话他还谈了一下 就感觉IBL和IJL这边的一个区别 风格 对 就感觉有一种是 要一个人来拯救全场的感觉 对 另一个可能就是大家一起三个人 一起分担这样子 对 其实大部分的一个风格上打法 还是跟当时的这个对局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对吧 因为有时候这个局势 他一个人真救不了 可能真的需要就是 对 大家互相地去运营一下 但有时候的话如果真的前期有一个人站出来 或者是在监管那个二手节奏的时候 有一个人扛住压力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我们整体的局势会越来越好 对的 所以也是非常期待这两支队伍的一个对决 我相信现在对于已经在总决赛的舞台上等待的 GR战队来讲的话 肯定也是不能松懈 也是瞪大眼睛看的这场比赛 是不是 还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有研究到的 对 因为确实对于这样来讲的话 他们也确实之前会对我们大陆赛区的一些队伍比较熟悉 那反而对于这些其他赛区的话 确实就是我们当前的每一场比赛 反而是最珍贵的这种研究资料了 主要是实力确实是比较相近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作为胜贼的队伍固然有更多的机会去休息调整 但是你在舞台上毕竟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被挑战者的一个姿态 是 对吧 你一定要去好好研究你的对手 把自己的一个姿态相对来说放低一点 才有可能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失误类的 虽然是我们BO5的赛制容错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了 其实无论GR面对到最终是ZETA还是FL 它的优势永远都是在前期的 永远都是在前期的 所以你像昨天GR的话 它是让一追二 其实为什么说它非常不容易 因为第一局 捏捏都没有一个拿出时空性的一个机会 对吧 然后到后面的话 就感觉它的一个强度会相比于 它原来那种常规打法会削减一截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担心的一个点 我们的分析还是认为在前几局的话 IBL这边会有一些的优势 但是一旦到后面 你要知道这两支队伍打总决赛都打了五场 是不是 谁一到了后面都是不容小觑的 可说呢 好 我来看一下选业的 先说介绍这边是Zeta的Sinami 成为角色是大复合佣兵 逃跑率77.8% 作为一个旧人位逃跑率确实是很高 非常的正常 而且演绎得分 包括其他的综合的一些数据 都会更好看一些 这是我们旧人位的一个优势所在 是吧 在介绍面板的时候 永远都是很厉害的 就感觉到它的图形会比较饱满一些 对 是这样的 那像其他位置的话 它可能就是会偏向性比较明显 对 要么就是我牵制的少 我修得多 我修得多 我牵制修得少 牵制的就多 知道 那这边的话也是Dolisu 那它的演绎得分6898 胜率33.3 淘宝率44.4 牵制60.12 破译151 就而0.22 打的话也是队内的一个牵制加辅助位置 对的 对的 Dolisu的话也非常稳健的一位选手吧 他的一个破译进度和牵制时长的数据综合来看的话 其实他可能就是担任的是26位 因为你想16位的话你修151还是太迹劲了 对吧 116别修 好 这边是韩梅茨 产生角色是火灾调查员以及古董商 还是偏操作向的一个角色 然后牵制时长和破译进度的话也是有个一台多 对 包括70多秒 对吧 其实韩梅茨的话 他有时候会去担当一个16位 是的 因为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他昨天刚结束的比赛 当时是一个化险唯一天赋的园丁 但是他在胡锦村是牵制了非常久的一时间 是的 是的 而且是第一刀吃得挺快 后面就突然再又一通暴溜 就溜起来了 对 是这样的 这边的话是卡茨尼库 他的演绎分5800 然后胜率33.3 逃跑率55.6 限制时间46.4 以及破译进度144.4 但是因为打的是一些OB位会多一些 所以他也是有一些救人次数的 对 对于卡茨尼库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队伍其实是常规配置 两个级以上的OB位 对吧 所以他的压力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大 自己玩OB位也就专注去操作就好了 是的 这边是Zeta教练Silica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教练了 BP的风格来讲的话 Zeta和FL虽然是同属IJL赛区的 但是亦有很多的不同 对不对 FL这边的打法相对来说 要更以稳为主一些 Zeta这边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激 有点像掰手腕 对吧 我就上来用我的力量给你压倒你 好 这边的话是FL的监管好笑 他的演绎分10662 赛尔胜率50% 四抓率25% 纠军淘汰2.25G到6.13 长空角色的话也是 时空之影跟梦之女巫 哈夏的话他确实是时空之影 已经成为他的常规第一手武器了 是 那昨天的话第一局也是完成了一个四抓 表现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所以对于Zeta的求生者们来讲 如何去应对他的时空之影 绝对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而且不仅要看到这场比赛 还要看到下一场也是有强力 时空之影的角色的一个选手的对吧 两支队伍其实都是首发一定是 优先级最高的是时空之影 确实这边是FL的教练 NoNino也是我们比较熟悉 其实大家现在都老熟人了 都是老熟人 三支职业队伍对吧 关注我们赛事的观众都知道 大家一到周末就是IJL IBL轮着看 两个地方来回倒是吧 对 这边休息了看那边 这边是Katsniko的姻缘 Katsniko的姻缘 还是蛮可爱的 是 比较符合他这个选手的一个个人形象 是的 确实是非常可爱 看着非常机灵的一位选手 非常有灵性 对 他确实是在游戏里 非常像一个灵动的小猫一样 对 就是这样的 他的一个操作 确实是有时候让监管者 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但是莫名其妙就溜起来了 对吧 然后还要研究看比赛 说这一波原来是依靠这个操作 给我牵制起来的 对 很奇妙的一位拳手 很胆大心细吧 有很多巧思 但是确实能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是的 也比较符合他们队伍的一个风格 其实大多数的时间 还是比较追求操作的 偏操作 还是拼操作 ZETA的话 他们队伍就是以以往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 就是拼高操作上限 然后最近的话 也不是最近 最近可能一年多吧 他们的运营思路越来越成体系列越稳健了 所以这支队伍的缺点就越来越少了 很难找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第一场选图也是胡锦村 这张地图上一场比赛 ZETA是拿到了优势 而且FL目前来说的话 在这张地图还没怎么打过吧 上次打GR的时候是三张小图 对吧 感觉从经验上来讲的话 可能ZETA这边 因为他们主动把这张地图选出来了 可能会多一些 而且昨天的话确实也是非常奏效 就有这张地图打的 是的 因为确实两支队伍都是老牌的职业战队 对 所以说他们的监管角色词是很丰厚的 对 主要是你拿这张地图的话 就是打歌剧演员还是打艾伟呢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的BP 哈夏的话 我认为还是偏向于名牌这个 时空之影 还是偏向于名牌时空之影的 因为他的控场型监管者玩的会比较多 而且这张地图的歌剧演员 他的追击其实没有说那么的强势 对吧 这张地图首先你第一局你的班位受限 你没有那么多角色给你弯掉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班位就是要偏时空之影去做 然后要偏时空之影去打 看一下第一手是空军跟大夫 先知要不要先拿 因为你先知前三手你总要拿的 对吧 前三手就是人人平等的一个状态 你想第四手拿到先知是不可能的 省不到什么角色 省不到的 就会舍弃一些的 对 因为你这个先知你前三手不拿 你让第四手拿的话 我可能也拿不出来 你现在前两手不拿的话 第三手会不会给都不好说 对吧 但是我打艾伟的话 其实放一放也行 我去拿先知当突破口 对的 选者这边是选择了魔术跟飞行家 其实从他们的选择上 还是直接的针对到你的时空之影 对很明牌 反正入恋师 那这边就是更明牌 是吧 入恋师也是一个克制到时空之影的一个角色 是 那这手先知要不要再等一轮 最后一个他如果不搬的话我再选 还是说咱们就不要了 是吧 好 选择冰 旧人位 不也行 也行 又开始了 我稍作修改 稍作修改 我觉得也行 但感觉先知这个点好像两边都不太想在上面去拿出来 一边可能觉得你拿了是给我机会 那另外一边觉得反正我们这边也不想选了 第四手的话看这意思还是不拿吗 因为佣兵这个点刚才为什么我犹豫了一下 因为还有个野人 有野人有佣兵的话 其实你说不出来谁强谁弱对吧 打这种地图大地图来说 而且你打的是时空之影或者格局演员来做假想敌的话 最后还是选了先知 那这样的话就是反正你要么就是先知 这个基本上无可替代的位置进全局 要么就是救人位其中之一 救人位三大哥其中之一进去 对不对 你要两瓶独药之间做一个选择 但是最后一手搬掉了古董商哈夏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BP上来讲 你让对方把先知选出来 同时没送进全局BP就是亏了咱们这边 确实 虽然说对吧 他应对到时空阵容会有一定的给机会的点 对 但是你这个先知下一局你还要占你的班位 对不对 但关键是你到后面就没有时空阵容 是 所以说你先知如果让他第四手选出来 和第三手或者第二手第一手选出来 是有大不同的 从这个BP的角度上分序 你要算这个亏或者赚 对吧 而且Zeta的话你看现在他们这套阵容 他们一个他们自己特别爱玩的那种 OB的位置都没有选出来去打 然后到后面的话 他们还有更多的熟练手去玩 他你把这个魔日师和飞行家送进全局BP里 对于Zeta来讲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是 对吧就他们很赚这个BP做的很赚 而且最后一手再让他们选到先知 这个BP就基本上是赢麻了 对吧赢麻了 既能做到我在亏损最小化的情况下 针对到你这边的一手绝火嘛 对 到了后面的话 其实前面留的这个伏笔 可能会一直影响 是的 看一下哈夏这边的选择 还是时空之影 时空之影 这个悬念还是不是特别的大的 名牌打时空之影这套阵容 就看看追先知了 对吧你追其他角色的话 先知给一个辅助本身飞行家和魔日师 这就那么难追 就挺好牵制的对吧 对然后你还让先知给他一只鸟子 溜起来这个闪现好的时候 肯定是击不到这个人的 没什么悬念 就是时空之影这个角色 他的一个后期控场 还是经过调整的对吧 对 所以说现在更加对于前期这个追击节奏 他的要求会更高了 有要求了是的 但这套阵容还有一个弱点就是 咱们经常说的那个没有挑状态的 又是一张大地图 你把堵住又压在牵制上 如果你没牵制起来 那么这局又要奔着一个夺抓去了 对不对 因为后面的话我们也看到了 你其实不把状态调起来的话 道具其实对于时空之影来讲 消耗掉完全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 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个心理 放在某个位置的话 可能这个阵容就更 更稳健一点吧 就是他感觉他前中后期都能打 因为心理和先知的牵制是 基本上可以理解成一样的吧 对对对对吧 都是三刀 这边是一个花开富贵 是的 十字开花的这种选点 还没一次的这个位置 看起来是要被追的 他感觉往这么旋 也是觉得你也在追我吧 对吧 咱也别挑挑拣拣了 对 等了你去干扰密码机 咱们上来直接就是开始硬碰硬 这样的话 其实他队友的一个破异速度也会快来 那这样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 这堵住就在第一个人的16上了 这样的话就是疑似人先往左或者往右走 想干扰 然后本体往先知那儿抗 找到先知人之后 疑似人照过来 再用疑似人再去复伸先知去追 今天是这么一个流程和节奏 他前面一定干扰一下密码机 不能上来就直接起碎 这样密码机会很快 而且还要进去之后 看一下这个脸封锁的那种密码机的那台 如果是 好 那是木屋 对吧 是木屋的话 你先知就往木屋溜就很转 正好不干扰 对吧 对 本体往先知那儿走 疑似人也往先知那儿走 那这样密码机就飞快 对 因为其他人就完全不受影响 对 先知往封锁的地方去溜 其他三个人脸上有机立刻开球 所以先知千知的每一秒都是队友的密码机 三台密码机马上就要起 那他下就一定要快速击倒 对 一定要快速击倒 这边下来的很果断 对吧 然后下一波的话 看能不能隐身吼不行的话 就再等一个技术cd 反正击倒先知 确实只是时间早晚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先知不是很好溜 他不太好去回头看 隐身吼躲掉了 本体吼躲掉了 又是我的一个心事度 阿梅奇确实也是牵制上很有心得 你知道吧 不是那么好套路他的 对吧 就你做到我本体好的时候 我向前看 隐身好的时候我向后看 很难的 就是我们这个视角 但是对于球上来讲 他是看不到的 对 这样的话 有其实有一个 能把鸟交出来的机会感觉 主要是哈卡这边是想再给他 对 再给他跌个40 对 看一下 技术cd好了 嗯 但现在手里有飞龙有鸟 然后外面的密码机 其实是挺快的一个进度 嗯 不过哈卡现在手里闪现也好了 对 但身距还不太够 嗯 这个就是开局按锥的一个坏处 其实 就控不到外面的密码机 对 密码机太快了 嗯 把鸟先交出来 你看正好跌到100 对 而且还能够安全转到这个点 把板子下的就能逼闪 鸟掉的就逼闪 对吧 哇 太成功了 这波牵制还没次做的 一个将近三台的一个破翼 对 而且这把他们是有两个化险为一的 其实前面的救人也会比较灵活 嗯 压力不是很大 对 如果 挂上之后三台会亮基本上 对 对 XNAMI就在脸上 啊 那就直接卡子内靠这边要起心机了 对吧 然后让XNAMI这边 修完过来就 对 就在脸上一个后腕的事情 过来直接撤了 打到了这道阵队 是的 就感觉招招了哈夏出去控这个机会 对 把疑似人收回来的一个瞬间 人没了 对 因为确实这个距离就是一个户外的事情 是是是 关键是他本体也只敢在椅子旁边守 他怕如果我干扰佣兵的话 佣兵一个户外弹过来我还是误伤就 是 就难上加难了属于是 呃 第四台第五台都在起了 那这一波佣兵要不再来救一波 然后都雷索这边 你看哇 直接放魔是吗 对 但是有个问题就在于 呃 你 你寄宿了也也你也不修 你不寄他不寄宿你的话 你躲在外边也是也是不修 其实是一样的 就密码机还是不动 你还是不如让他该干嘛干嘛 然后我修密码机 主要现在哈夏肯定有注意力还是在这个先知身上 对想打一个侧刀但是没有打到 打到了佣兵身上扛到了一刀 那这边的话木屋密码机会慢一些啊 三十多那台 看一下球者这边也不打算继续扛了 就让哈梅兹他自己自己玩 自己玩 对 王云斗 身上没有侵蚀度的话是叠不满的 过来 五十九 然后再来一个短暗吼 只要别投往后看就行 别看别看对就走自己觉得往哪走就往哪走 飞轮过去在下板 不能看完了 看了啊 但是也不用这个短暗吼了 直接是带走了哈梅兹的先知 那这局的话还是有一个平局 三人开门战吧 三人开门战的话 你可能对监管人来说平起是有机会的 因为闪现CD还有三十秒就好了 对 稍微控制密码机开门战 你只要有闪 你就是一个多抓节奏 没有闪就是一个平局节奏啊 不过对于球生来讲 他们的道具也比较充裕啊 尤其是呃 佣兵跟飞行家 对 还有魔术师嘛 对吧 他们都是有开门战的牵制能力的啊 所以你把闪现拖出来 现在看来是必然的 但是这个闪现空不空 可是不好说的 对吧 很多可以预判你闪现的道具 这边魔术师先给到一刀啊 前十度跌满 主要是队友已经在外围心胸了 有一台四十的一个密码机 对 然后再稍微控一下 但三台机都在起了啊 喜纳米那边也有密码机 应对的还是很好的 而且这张地图大对于监管来说也不是啥好事 对 我一次人该跑还是要跑 主要他们留的面积位置太远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全部管道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 闪现是能拖出来 但是对吧 空不空就不一定了 现在手里是有飞轮的 但是被吼到了没有机会 但是开门战没闪的呀 就没技能了 对啊 哈夏这一波打的有点 没有被开门战做考虑哦 感觉他是更想早点进行一个击倒 然后看一下浪费一下 穷者这边的一个位置嘛 你这样就没有人去贴门 对 但是开门战没有闪的话 人家可都有道具 还救下来了 套化险围移 那边佣兵确实不敢修了 但是要知道木屋密码机是压好的吧 过来 站到密码机旁边 而且佣兵贴到门了 佣兵那个位置本来离大门就很近 对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手里是 对没闪呀 没技能 然后地窖在大门 二阶倒是有 过来 加个魔术棒加速 但他手里还有个飞轮 传过去想灌门吗 这边想灌门 但这个陶片是当时在大船的密码机位置 对 再过来有点迷茫了 小门根本没人点 小门是完全没有人 这样是看一下 熊者那边沟通的好的话 有机会进行一个多跑 确实 因为现在感觉有点追不上了 目前就是飞行家要电后 魔术师没有技术CD 然后喜纳米赶紧跑 不要让陶片留在门口 别拦住自己队友就行 对 斗里索这边是随便走的 卡子内靠等斗里索走了 自己再随便走 对 他走门 直接交大盆 或者是锁地交都可以 看一下这个位置 迷茫 说实话 真迷茫了 就是那一波其实可能 开交闪 交了之后吧 其实也挺难控到的 因为那个位置本身离大门 就是他们最后想要 压的第二台密码 其实比较远 他最后是管不太到门的 因为那个陶片 每次传送过去都是传下的位置 离门实在是太远了 他还是感觉 没有为自己的开门战 做考虑对不对 你开门战手里有闪的话 你不说有三抓的资本 你平均的资本是稳稳的 可能他当时还是对于球者这边 去破一密码机 那个速度会低多了一点 对 因为当时其实 如果真的管住半状态 傭斌那个密码机的话 你那个上挂是给自己 整个节奏的 傭斌那台确实是 修不到一个压好的地步 并且自己也不太敢修 是个半状态 但是没想到卡子内靠那边 其实早早就过来 把木屋这台比较大的遗产 已经给压好了 对 所以这把其实有很多的 一个哈夏他想要去控场 或者打一些 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时候 求人者都完全预判了 对 包括说第一波 那一波无伤救人 一直是求人者这边 比较的主动的 对 就这一局确实是 ZETA他们的四位求人者 是把节奏 从头把握到了尾 就是很难找到他们的一个 说有谁给到的机会 对吧 他们刚才说这个给机会 因为弥补弥补的问题 那我现在不给机会 就完全不需要弥补 对 对吧 这个局你把闪线交了 就可能会是一个上线平局 下线就是为三跑 对吧 对吧 因为刚刚有聊过 其实虽然说挂飞的先知 但是最后其他所有人 那个道具都是开分站 就算你有技能 都不一定能够快速击倒的 一个状况 对 然后刚刚的话 确实搭的一个最后的道具使用 都非常到位嘛 没有给到任何机会 是的 求用者这边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 对于监控者哈希来讲的话 也没关系 后面还是有弥补的机会 只是说他的这一手制强的 时空之影已经被破掉了 对 后面的话 后面也不一定能拿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上把的赛后数据 哈梅茨的话 他是牵制了103秒 真的是非常久的一个牵制 因为我们前面有聊这个阵容 其实就是把赌注压在一次牵制上了 对 那卡斯金库的话也是 救人一次 会议了266 牵制了26.9 以及Xinami 会议了171 救人两次 Dolis的话是会议了176 牵制了41.9秒 对 确实 感觉这一局的话 还有哈夏这边是面中 7次 击倒4次 这一局的话就是 你看Dolis他的魔术师 你说以咱们的一个常规思路来想 我马上就开门站了 我这个魔术棒 用来教预判闪现 也就那样 其实也不是说很赚 对不对 如果我开门站有两个魔术棒 这个闪现他该闪还是要闪的话 我闪倒没关系的 对 我开门站两个魔术棒 把你自己的逼了我可太赚了 对 我自己开门站 你想刚才他那个位置 在双11激素过去 交零魔术棒加速冲刺出去 让自己牵制度跌到51 那这样的话 给自己更多的一个容错 那如果手里还有一个魔术棒 那可能容错就更低了 对 就给到哈夏 就简直就是绝杀了已经 所以说这个闪现是千万万交不得 无论对方是预不预判 你这个闪现马上就要开门站了 你不能保证自己能完全控到 对 当时其实就算那个闪现 闪过去马上命中 其实节奏还是差不多的 对 因为那台密码机卡斯尼扣 早早就过来补了 因为确定了这里 你要追魔术的话 非印加那台海测的 他就不修了 对 早就过来了 是的 是的 就是这个局的话 主要还是密码机进度 被拖得太够了 对吧 你要说密码机进度 比如佣兵那台是20 然后这个木屋这台是70 而且我又挂木屋 这局确实对于艾伟来说 就是一个死局 对吧 我随便打 基本上随便打 我一次性控出去 你扮装他佣兵不敢修 然后满装他的人让你救救救救 然后我这个二阶落地 随便抓一个人对吧 把魔术师再去击倒 但是密码机进度太多了 而且把这个闪现 自己的最后的底派给交出去了 其实还是很亏的 对于哈夏来讲 而且你闪现交出去说 也不好保评了对吧 最后连传三个淘片就很迷茫 没有一个淘片是能控到位置的 对就是离求生者都是非常远的 而且尤其是 如果你一旦把魔术师放走的话 其实你其他的淘片 就算离佣兵或者是飞行加剑的话 但是他们的道具虽然太强势了 对对对 只要能反应得过来 在你传送一时间 交出自己的道具的话 其实还是相当于白传过去 是 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你看他们开门站 走的这个思路很对 佣兵先出来 对有时候让佣兵走的话 佣兵肯定先走对吧 因为他可能会被寄宿 那他先走了的话 魔术师身上又已经被寄宿了 没法被寄宿 那最后的卡斯内科一定要垫后 他的身位不能比魔术师靠前 因为这样的话就传套片了 对 而且当时的话 他们的一个选择也很多 只要保证魔术师出门 其实卡斯内科 不管是走门还是走地道都可以 对 近壳走门 退壳走地窍 反正你这一个大喷 往哪喷不是喷 是 是不是 但是往门还是要更稳健一点吧 感觉 因为确实哈夏的本体在往这赶 本体是从地窍发现过来 对对 如果说你突然 但是我觉得我要不走个地窍吧 那可能刚过去 哈夏本体就赶到那里了 排位赛可以拨一拨 比赛 为了一个地窍逃生是吧 地窍逃生啊 所以这一局的话 确实Zeta打的还是挺无懈可击的 主要是你能看到一整局 他没有给到哈夏任何的控场机会 对 除了最后稍微干扰一下傭兵 我们之所以一直在分析哈夏 是因为Zeta这一局的球赢者 他们不需要分析 就没有什么做的错的 人家从头遛的很好 他把一个控场型监管打成了一个追击 对 到了后面都发现 开门站也没有太多拐门的机会 对 但这个是哈夏自己的选择 对不对 好 这边是FL的 有用者选手 Emco 长的角色是杂剑员和郭农商 两个门神也是 是 就是最好别让他点门 对 开门很慢 他这个逃跑对胜率2都是25 演织的分是538 能看到这个数据的话 基本上他也是一个被守追的位置 因为他局军破译是到不了一台的 确实 Emco的话 刚才采访也说了 想去一血前耻 看盛田是不是他的机会 那这边的话是队内的俱二位 麦肯 他的年纪的分6510 胜率25 逃跑率62.5 签词时间55.44 救人1.13 以及破译115.9 麦肯的话其实昨天也是 有点被尼尼那边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最后的话也是非常稳健的说 我在已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选择了一个我能多拖时间进柜子 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 能看出来这个选手其实还是非常细节的 该有的操作都有 杀杀里长阳角色是 秋多火灾调查员 淘宝率的话是50 胜率25% 年纪分5634 你不用看这个签词时间 就看这个破译进度 就知道他是一个破译位 而且是每一个破译位 心中的自己的样子 对吧 就是我只要这局我修两台 是吧 你们队友也别来抢我密码机 然后监管也别来追我 然后我再点门出去就挺好的 而且你看作为一个破译位逃跑率 能有50% 太幸福了 真的 感觉也是前面的一个签词位 他的一个局限签试能达到70多秒 是的 看一下这里优机记 他的演绎的分6036 胜率25 逃跑率12.5 签词时间64.03 会计度137.1 常游角色的话也是先知跟病患 那对的一个主要的签词位 就是在AMCO以及UGG身上了 是 确实两位的话签词的 基本功还是非常的顶的 但是话说回来 就终归是ZETA选择的胡景村 而且他们求生者三跑了 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监管优势地图 对 两者结合一下 你就懂这个含金量了 对吧 是是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阿罗湖的数据 尝尝角色 割剧演员和时空之影 这版本双强 撕抓率40% 军淘汰3.1 胜率70% 演的分 11720 很恐怖的一位选手 很有统治力的一位选手 就是他除去现在面板上 熟练度很高的这个歌剧 跟时空之影 昨天他的一首红蝶 蜘蛛 对吧 也是非常经典的 我们赛场上的一个常客 但是他的一个熟练度 一直是保持得非常高的 对 确实阿罗湖的话 他的角色池要更深 而且他的每一个角色的强度 都是非常强的 对吧 感觉应对到他的话 其实就是前期的一个考虑 要更多一些 对 本身他那个选择就非常的灵活 他不会太拘泥 于说我现在什么枪拿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角色 我觉得我可以打 或者现在我那个熟练度 是维持得非常可以的 对 往往能够起到一些奇效 你像这张地图的话 阿罗湖上来 我也不一定非要打歌剧 不一定非要打艾伟 对吧 我这张地图可以选择的角色 包括像蜘蛛 对吧 像鹿头 像手叶 这种 包括像他的那首 蜡相尸 对不对 在胡锦村那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是吧 我只需要去保平 对吧 我可以选择角色就更多了 那么你们针对我的角色 这个BP就更难做了 其实已经很难做出一个 万全的一个阵容阶段了 对 像这个人地图的话 你选歌剧演员 去保一首吻屏也是可以的 是 对吧 然后时空之影 是吧 双方来一波时空之影的对碰 先指甲骨董上 那就是不太在乎空军 对吧 反正他们也不拿 也不舍得进全局 野人跟魔术师 对 就是也是仿了一手这个 你打着时空之影 对 包括魔术他去牵制 歌剧演员也是可以的 对 你看FL这一局的BP在于哪 在于这个野人 对方还一个就认为没搬呢 他就已经抢上了 对 那这样的话 你相当于帮阿洛夫节约搬位 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后面也不用搬了 对吧 我后边佣兵大副这些 我不用占我的搬位了 因为你 而且你把野人送进了全局 虽然我知道野人这个角色 可能会一定要进全局 但第一手进和第三手进 亦有区别 能够避对方的搬位 对 他是在没站到搬位的情况下 直接进全局了 对的 所以阿洛夫一看 你要这样的话 我把这些能牵制的角色 都给你搬了 对不对 那我把病患也按了 把咱剑云也按了 那相对来说的话 你的牵制位这个阵容 肯定是以元丁和魔术师为主的 你的牵制位 那主要是有一手囚徒 但是囚徒在这张地图的话 其实他的牵制压力还是很大的 牵制压力很大 而且发光空间比较小 对 张地图的话 囚徒选安全点会被封击 然后选危险点 你又遛不动 对吧 而且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单六的体系 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得到 对 你就可以能够从FL的BP上 看到这支队伍 他们的BP是很犹豫的 为什么犹豫呢 因为我不知道阿洛夫要玩啥 是吧 我不像上一局 双方都是一张白纸的时候 我上来知道 你这边是哈夏绝活时空之影 我直接夸夸作时空之影BP得了 你这个魔术师防时空之影 圆钉可以防下这个割卷员 然后囚徒也是 他是努力的在找每一个角色 都能和时空之影 同时防两个角色的这种 沾边去沾边的角色 对 但是这样的阵容一选出来 其实如果阿洛夫他一个变招 因为我们刚刚提了一些其他角色 他们可能就是打起来会有点费地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办法 对 他这种没有联动 太孤立了 上下这种联动点就在于先知 如果追先知的话 那算我倒霉 对吧 但是你这个阵容 无论你追谁 都只能是算他倒霉 自己倒霉 对 对 没有人能够帮他 所以这个阵容选择很孤立 还是把堵住压到的前期 去牵制起来 如果说牵制不起来的话 你的状态不保 但是好在有个囚徒也是 其实囚徒在这个阵容里 选择来的话 是一个兜底的角色 也是给大家减轻了 这个牵制上的压力 对 可能你网上要牵制个 七八十秒密码就才能开 但有囚徒在的话 可能 减到六十秒给你 对 五六十秒 对吧 其实也差不多了 对 因为我不仅是 破译速度地加强 它是有一个补机子 这个实在大图很看重的一点 而且囚徒是最后一手选的 是吧 是的 那就贼转 也没经全局 对对对 多好 你看这个 而且这个选点的话 是把囚徒给隔绝开了 所以说对于他来讲 他的一个拉点思路 会比较灵活一点 打隔绝的安全点 我认为三窗和双十一那边 可以站一个 是 对吧 因为那个点的话 确实隔绝也很难追 这个窗户翻不翻 你要考虑 而且都是一些长窗 其实你除非跟到窗户附近 放一个影子这样去回溯 其实你在一个远处 去来回跳跃的话 对于求生来讲 没有太大的威胁 对 但你说阿乐福的话 要追求机智的追击的话 我把风窗带上呗 对吧 那就直接把你这个点破就好 不带 底牌挽留也行 那起码得有个快踩吧 我感觉 是吧 你要把你的追击稍微提一提 对 求生者这把的话 是只有野人带了一手 活往反照的 其他人全都是 舍弃了很多东西吧 对 尽量地想多做一些事情 还是不想输 一定要去争胜 拿这条极端的这种去争胜 极端的天赋 那就直接去追一下 萨森丽的园钉 对 你会发现 阿乐福他不往三窗走 对不对 三窗感觉你虽然说你是个囚徒 但主要是我也没带风窗 对 我往三窗走的话 不好追的 是的 直接过来大船 去找一下萨森的园钉 好 直接破盾了 对 这样的话 走位会稍微地难受一点 因为本来这个位置就比较差 对 这个追击节奏骑得很快的就 对 而且就算 没点和转主要是 这里这一刀 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对 这个板的话 感觉翻过去以后也差不多了 就把他的弹射逼一下吧 被架在这里 没办法 不是 没办法就是这样 开局40多秒 圆钉的话 他的一个牵制 我觉得还是要更加利用一下上下两层楼吧 对 对吧 你要用一下高低差 如果你大船不用高低差的话 你这个点其实是一个危险点 是的 主要是他破盾之后自己没有任何的移速加成 对 也转不到太多地方 因为本身歌曲他就拿到频率比较快 是 你像这个节奏的话就阿洛夫 想保平的话 可是随便平 甚至情人者可能有一个被多抓的风险 是 这样看到野人的话我就完全不用回溯 对不对 我完全不用回溯 我就在这架着你 对吧 然后我等我cd好了 我就追去拿你一刀 一个蓄力刀 很细节 看野人要不要叫冲 那直接走过去了 也还行 这就是野人的一个好处 下出的话就直接给到一刀 打到半状态 Sacely的话 前面没有什么牵制空间的 对吧 给到一刀 只能说拖点时间 看看要不要贪 但是影子已经消了 那还是算了 不打双刀的 就正常节奏 反正先保住平均再说 对 对于他来讲 没有关系 因为这波就算没有打野人双刀 他们球着也很难派 另一个人过来救援了 对 他本身那个阵容是 园丁得到了一首化行为宜的 是的 这边园丁也是留了一个秒钝 是 等下一波救援 挂在了船上 看一下这波其实最好还是 魔术师过来 但是他们应该是 刚刚有想去摸一下 但是发现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这波机子状态都是大问题 人家园丁留了一个秒钝 你是救是不救呢 对不对 要考虑这个问题 要来救的话 你就是两个半状态 要不救的话呢 园丁蛮可怜的倒是 对吧 所以还是过来救一下 正常吃到救一波 那就是得堵一下园丁 他到底能不能牵制起来 对 往前走 这被起盾了 起了一个秒钝 等 卡位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找不到任何交互点了 骗下去了 没事 还好我是个阅员 还好是救援员 对对对 不过还是起到了很好的 很有用很有用 签制效果 因为这波是没有花前卫的救援 这波26很成功 是 真的很成功 那些板区看一下 能不能博到一块板 有点一身冷汗的感觉 闪现 闪现 那就太成功了 对对对 萨索里这波牵制太成功了 而且他把野人的状态拖起来了 真的 外围的话 虽然说魔律师状态还没调好 但是他是有三个魔术棒的 麦克这边 这段时间应该是也没干啥事 没怎么修 对 都起乌鸦了 主要是在没逼技能之前 你也不敢修 对吧 万一阿洛夫他直接切一个技能过来 你半状态谁也溜不了 就好在是萨索里这边是牵制起来的 要是没坚持起来的话 闪现没逼 这个这都 一眼望到头了 这局都已经 所以说永远要相信自己的队友 总会把这个技能逼出来的 看一下这波 哦 你看这个打断打断的很细节 但是身距 交个飞轮就够了 可以 那闪现逼了就这个好处 就不胖了对吧 对啊 你要没逼技能你敢翻吗 这个点给一刀的 嗯 给他一刀之后 不想干扰密码机 这个点可不好博弈哦 受机加速走的一个位置就比较差 哇 阿洛夫猴铁过板 主要是感觉 幽阶机已经撤到板很远的位置了 对 他不敢离得近 因为他以为阿洛夫还有冲刺 你知道吧 而且他不太敢往摸那边转 对 是M狗他半状态的一个大遗产 那这一局的话 就很难打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四抓节奏 是的 把影域卡住啊 但是我回处回来 正好到点上好在这边 招了个飞轮 对 博弈还是很到位的 M狗 那这样的话 要把艾肯过来救一波 但这波是没有化解唯一的 下来这个 UGG不太好牵制 可能就是救下来就接着倒地了 打神队 野人也走不掉 其实可以再打野人一刀 野人再给一刀的 他刚下猪 而且这边就是一个求生劣势版 他比较的短 短板了 那野人这一刀是跑不了的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再挂上一波求徒 谁来救援 而且密码界的话还差两台 我说 看下球者能不能想办法去走一个 但主要是密码界差的太多了 关键是他也没给求徒连电的机会 不是下来还没来得及我蹲下呢 我就先躺下了 这里的话 非常敏热 已经排到了 AMCO的一个大概的位置了 再往右边看一下的话 是能看到脚印 但也没关系 只要让他保证求徒的挂飞 对吧 手已经切成了船 那后面你们谁修 我就直接传过去了 对 反正现在头上密码界有两台嘛 对 对吧 确定就不到 过来 传送 可能这段时间就是相互打一个道具 跟自愈的一个消耗了 对 慢慢追总能追上 哎 但是这一道出的稍微急一点 等呗 没关系 上桌都很多次了 是 因为刚已经 把AMCO给逼远了很多的一个位置了 现在他的这个骑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对 找一个地方要到了 击倒之后 可以牵起来往中场走一走 不牵 直接选择回头去追人 这边AMCO的话倒是道具很充裕啊 还有个户外 还有两个魔术棒 现在就是一个慢慢排人的过程 是 密码机因为还有两台 所以说对于阿勒布来讲的话 他的容错空间还是很大的 是 大不了如果你一直不修的话 只要我拖到传送好嘛 对 看一下密码机还都留在了地图的一侧 这局目前的密码机情况是完全没有可能修量的 所以说可以把自愈省一下 打那个经典的流自愈 两个人去倒地淘汰的那个战术 因为你但凡有一点密码机能修量的机会 你可以去教自愈 但是这局是确定没有的 要么就是两个人会合把人摸起来 对吧 骗下阿勒布已经教过自愈了 要不然就是两个人都不教自愈打经典战术 又是经典地图 经典找人是吧 对吧 其实这边已经有耳鸣了 但Emco他在进步走 他躲在了旁边那个石头跟草垛的后面 其实真挺难找的 火警村上地图比较暗 而且他的零碎的这些模型会比较多一些 哎这边是已经发现了 但是手上有很多道具啊 哦呦好险 嗯主要野人找那个点吧 好像也其他地方也不太好爬 现在手里魔术棒全都交光了 对看上哪去找你刚才摸出来那个 哇不知道放在哪 对吧你布置这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得随身携带吗 可能带了一半 就放到那 一半丢了 不在这个牵制路径上 也可能被逼得走不到那边了 是的 哇迈克恩真能爬呀 从那个大门人黄椅都已经爬到双11去 对 马上就要做到和地窖正吵成一个对角线了 但主要是他是先留光的那个嘛 对可能会更多的把这个走地窖的机会留给Emco 对也不一定 看阿洛夫先找到谁 对吧 得看他先找到谁 好这边周围 好 现在知道这个人在海边 旁边有地窖 先找一圈野人 怎么说 还是把他牵到中场 牵到中场 看到了地窖 不牵中场 牵大船 因为他觉得野人的话会不会往船里爬 只要往这儿牵的话 你一会儿姜思佑我第一时间可以交船送过来找你 对 找密码器附近 然后可以放了 他是不是打算直接摇下来 然后再击到 这样的话我的淘汰进度就不会动 对 野人就会先倒 野人就会先淘汰 然后你另外一个人一直在我脸上 对 一个擦刀 踩个板 你看阿洛夫这边 可以先放一会儿 找一找 是吧 因为他现在很怕野人如果被击倒的话 立刻淘汰 找到了 别牵 牵挂上吗 挂上 那艾姆可其实是有一线生机的 吗 跑过去 能 跑跑起来了 来 护腕在不在 这个护腕真的 全网搜寻这个护腕 对 应该就是 不在这个方向吧 可能在破船那个位置 没事 护腕可能会欺骗你 但是飞轮不会 好 那这边的话手里有回溯 有飞轮 但这个时间点 直接一个配身过板 配身过板 那这样的话 还了一个四抓 第一局是直接拿下了一个8比1的一个大优势 对 接下来的话确实是很猛啊 接下来很猛 感觉第一局来看的话 FL这边没有匹配上 接下来的一个竞技强度 对 主要是这一绑的话 其实也是因为阿弗他整体的一个角色是深度 加上前面接下来的一个求生发挥的太好了 所以说确实给到了FL这边太大的一个BP上的压力 对 没办法只能选一些大的一个签证能力 都很强的一些角色 但是因为大途要补足一下不易 所以说这把的一个前期节奏 其实对于FL的求生来讲就已经是非常差了 对 就是经典的这个赌注压到前期后面没有办法去运营了嘛 对吧 其实这局咱们之所以能看到现在 还要拜Sasodi他把闪现逼出来了 对 如果说没逼的话 就更快 整个节奏就刷刷刷 对吧 很快 就那波挂飞我 这边直接技能一切对吧 对 直接跑到这个 如果找到半状态魔术射动的话 可能是一个更快的击倒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只能说是尽力有在尽力打 但是没有做到 对 没有做到 但是没关系 还是很难的 对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你一个人溜船管他对面什么类型的监管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屏上面 有很大的难度 关键是监管其实很难给到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他们这种选择也是为了把球图给隔开 所以说留到了那样的一个空缺 但其实大船的话 对于远丁 包括说面对的是一个割据来讲 其实牵制压力还是很大的 就只能说 就我这边BP不亏吧 只能说我这个送到全局BP里的三位情绪者 好像没有那么不太心疼 对吧 唯一心疼的可能就是这个野人稍微有点 但是好在第二局的话 你救人位还有得选 他不像第三局那么极端 就搬了六个嘛 所以到下一局的话 FL这边有一个选图 再加上自己的BP 比Zeta这边反正稍占一点优势吧 对 但其实Zeta的求生 对于哈夏的角色来讲 其实他后面的角色 都是很害怕先知的 但是反而刚刚Zeta 确实是把先知给留住了 这个很有可能后面 一定要站到哈夏一个班位里 哈夏对 他要是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他得先办先知了 你说你打红夫人也好吧 打女巫也好 打你的歌剧演员也好 都很怕先知 都很怕先知 你既然选择第一局 把他们的先知放出来 而且没有在全局里面 就是逼到全局里面去选嘛 那只能后面自己去把先知按了 因为这个角色确实 远程辅助能力太强了 对吧 而且非常克制单刀型监管 对 让你的选择很少 看一下上把的一个数据 优积界的话破约了180 只要一次签制了34.6秒 迈克就有人两次 会议84签制了89.3秒 就有人一次签制了105.8 以及萨苏莉是签制了70秒 那阿拉夫的话上把也是剩余了 两台密码机破坏了10块板子 震慑了两次 命中了17次 击倒了9次 没错 阿拉夫的话 确实也是反挥的非常的出色 非常的高效 非常的高效 他的话你拿歌剧演员 他首先来说他选择追击的点很聪明 圆钉的话他认为大船是一个安全点 其实没有好好地再利用到 大船这个高低差带来的一个效果 对 因为高低差的话 他其实因为可能我们说 歌剧演员有回溯过 如果下一个时候回溯过来怎么样 那你也是逼出一个回溯拿第一刀 对吧 而且你在那个点持刀的话 可能你的转点路径会更充分一些 你像刚才在那个平台上持刀 你能转到哪 主要是他本身是带了双坛的 但如果你被逼到平地的话 其实你前期的一个坛射 都没有可以应用的地方 对 是这样的 所以牵制思路上还是有点那种 让我们感觉到没有做好牵制准备 对吧 他可能觉得 我队友会不会去三窗去溜一溜 或者去木屋去追一追 你得针对到我们这边这个囚徒 对 胡锦村的话 其实如果说想把大船当成安全点的话 那么大船附近的点位 是不能给监管者放的 对不对 我把大船选了之后 那大船最靠近大船的船肚子 中场那个点 一定要来个救人为过站住 给卡一下 把他给卡到那个 中场跟破船那个中间 但如果那样选的话 他们又会离囚徒很近 因为那个点我可以直接破船或者木屋 对吧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在三窗追是优于在大船追的 就是在那个求人者视角看来 所以说胡锦村打歌剑员 更推荐的选点可能是一条龙 对吧 选一条线 对 一条线 这样的话我大船的人有个保障 无论是从船头还是船尾上大船 我是可以往另一个方向拉点的 不像从船肚子走 我从中间上来 你每个地方跑嘛 你左右都拉不开开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在选点上 BP上都可以再进行优化 对吧 但是现在机会 时间可能不多了 对 尽量在这个场间去优化一下 下一把再来看状态 好整一下自己的一个思路跟状态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高光回放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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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有什么 好整形 如果 交由 杉矶 好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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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 масс 大船 大船 好整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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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瓶 肩香 比较 蚊子 有了 características 一切 海紈墨 趕走 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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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我看你 有了 船不得了你 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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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不見了 好,又不見了 那就算了 好, 放置了 不是, 放置了 放置了,放置了 放置了 放置了 Р. 放置了 戻了 放置了 放置了 好, 裂了 好, 加上了 分散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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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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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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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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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那这样的话 机到节奏是够的 对于哈亚来讲 机到节奏是够的 这一局的话是一个平起这么大 很有机会 对 这是因为第一刀拿得太快了 对 所以说是贼塔这支队伍就是他喜欢这种 风格是这样子 对 冒险的打法 你想 如果狗住的话 再加上后面这样的一个牵制 那这个时间不就散太多了 对 你说卡茨天后如果在一板一窗等着好好的就硬溜 他会不会溜得更久 但是不 他要先躲 因为他这样吃到过甜头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还是稳定的一个救人嘛 但主要是 他把人救下来就好了 对 给刀一刀 绕了一圈 把人救下来 看看还有没有一个二次牵制 因为一六的话已经把闪现逼出来了 是的 那加上蹭了一个窗盘 然后交球 但是自己被那个挡回来了 我先挡住了 对的对的 没事 因为还有三六 是的 手里还有一个球 对 还救吗 这拨人 主要是这个阵容没有调状态 对 他们是 园钉游往这边赶 园钉游往这边走了 园钉确实可以虚顿无伤救 对 他可以不掉状态嘛 对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能考验如果哈夏打到针对的话 那 杂戒他就没有二流了 如果想给杂戒二流的话 他虚顿的这个时机就要把握得更好一些 给到一刀 没事前面是有一个秒顿的 冲过来回溯 再绕一绕在后面 然后需个秒顿准备进来 但是不能被堵门 要注意这个点 有点难救的 没关系 科剧还是比较瘦 他很瘦的 基本上堵不太到这种缝隙 好那这样不着急不着急 不着急 等顿 对 打到了这个针对 是的 而且这边哈梅茨也不好走 嗯 前面的话 看一下 嘿 好 这个地方 一个卡角 哈夏 因为那个一板窗的板是用过了 所以说 哈梅茨他只能走更远的板 所以说刚刚如果连续跟上的话 可能那个板是有机会直接拿一刀 没错 他想管一下密码机 因为刚刚的话 铁拿米他救完人直接在小门起这台了 对 这局还不一定能保平呢 对 现在很危险 道具你看大副全交光了 然后原件的话也是半种差一点 你看看这刀 太吓人了 回速过来 哎呦 又差一点 什么叫刀尖舞者呀 是吧 以后给大副解锁一个是吧 对 再长一点点就就就 哎呦 他都蹭到身上了都 是 好 这里他是已经结束这个摇表的一个状态了 哎呦 这个博弈好帅 翻过来 西纳米还在秀 可以啊 那这要给到队友外面兴起密码机的一个机会了 他就在这边溜 这边应该是要倒了 要倒了 但是大副已经做到了极致了 是 然后看到杜利森已经在这边卡着了 就是防止 你如果说去管那边办状态原地的话 反正我这边秒救下来 脸上这台遗产是更多的 应该要省个技能了吧 哈夏 这个开门战你不是没有三抓的机会的 对吧 甚至三抓机会很大 他只要提前排到 他是能在密码机压好之前是 对 让他们救不了第二波的 所以没准要争四抓的 对对 这个技能一定是省住 也不要去控那台密码机了 嗯 对不对 好 好好好 那行这边救下来的话立刻修那台 然后你再过来救这个原地开门战 技能是好不了的 咋办 这个对于盾的把握还是非常不错的 直接不管了 他知道吗 他得拖他下一个 对 他得拖技能 你用技能就要拖技能对不对 上局是没拖出来 这一局的话是有机会拖的 是的 因为现在的话密码机确实会差一些 嗯 过来陪大夫一起修呗 在这个地方能压好了 哎 刚刚的一个 放了一个球堵住了路 哇 这个球好准 那还是一个没技能的一个状态其实 可说呢 对 不过好在大夫她是没道具的 哎呀 这不听老兔言呢 吃亏在眼前呢 哈夏 没关系 看一下 门已经点到了 直接回速冲门 可以 这边我一颗一会传送过来管 不着急啊 还有40多秒也就 也就 但这边不能出现卡脚15 对 他是有机会去拦一下 门是开不了的 只要卡脚 只要不卡脚 哎呦 卡了 但没卡没卡 然后没卡 现在打这个点门的 对 97的门 这个球扔哪去了 扔到哈夏后面去了 我也不知道在哪 我们后面看一下这个视角转换 这个球 哎呀 没事 大夫的话肯定也不能点小门 这样相当于把队友卖了 他要过来大门去玩的 然后他把这个大门点开 或者如果你敢出去太远的话呢 我把这个大门 把这个人先救了 两个人就走了 对 点回速的 Doris他往远拉嘛 这还翻这个 但是 但是 还能回呢 对 但回的这个距离还是挺 就是离椅子相当来说更远了一些嘛 那没关系他现在没出耳鸣 说明球者也就不太到 现在主要就是拖他的那个传送 是吧 然后这里如果能排到大副的位置的话 哇哇二鸣 二鸣正好是在目的角落 哈夏 又一次错过了 哎 这边发现这只有一个人 意味着另一个人在哪 是救人了 哈夏 你追的真的是他吗 不对 对这样才对 那这样的话能不能看到大副 大副根本就没来 大副根本没中 是的 我们俩白燃了 没事 好 因为这边大副现在总得去的 对 大副总得去把园丁救到 园丁很能做 是的 能够等到大副的 这个血线非常的 不是 多类似他再拖一会儿 这个挽留结束了 脸上是有地窖的 是的 哇又断了 七六 回速还没好 四 三 二 要三跑了呀 这拦不住了 那边两个人直接出门 多类似直接走地窖 我的天哪 那这样的话也让我们恭喜 ZETA挺进到我们的IBS终结赛当中 恭喜ZETA 2比0带着对手 又是一把三人三跑 对 太恐怖了 就感觉到其实他们也是 有预判到哈夏当时的一个心理 肯定 就是我看似已经追得很远了 但你总归会传过来管这个园丁 所以说在园丁快要淘汰之前 麦根根本就没有 对 没痛 旧人位根本就没过来 对 根本就没动 Cinami根本就一直在墓地里面卡着 因为他也是清楚那个时间 而且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 马上做出了一个思路上的转变 我不如就让火载调查员 把你这个挽留拖完 而且当时他是唯一一个满状态 加上手里有道具的 敌不动我不动 敌一动我还不动 然后敌现在有点耐不住了 然后我再开始就 但关键是你越到后面你越弱了 对 对吧 你这个挽留一旦结束的话 那熊泽的一个方法就很多了 再加上大门 那个门是97的进度 对 只要人就下来 就宣告车场的人直接出门了 对 这只的最大功臣绝对是大富 这个大富 他卡那个位置太刁钻了 正好卡在了耳鸣的范围之外 对 我们都知道这个图 其实各据他赶路肯定是 红毯直接去那个中掌窗走 那样的一条斜线是最快的 他不可能说 我绕到墓地里面拐一个直角 我再过去 那样很慢 所以说Tinami他整个的位置 是把握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看到他传送过来的时候 他还是在最里面那个拐角处 是 那个位置是很难说 在看不到那么紧密的一个节奏中 有人说 哎呦我要不进去看看吧 对吧 因为对于哈夏来讲 他这把是非常想争夺 而且他其实是很有机会的 是 而且最后你看 还没次那几波 顶着半游的博弈 我的天哪 是 太赏心悦目了 而且旁边正好就是小门地窖 其实说白了这一局 哈夏有很多种方法能保平 但是他知道保平已经不够了 因为你就算这把保平了 到了第三局部 还是要翻一个8比1 他一定要争3 他可以不争4 但一定要争3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只能 他的选择就只有回去排到那个 中场的人 对吧 因为两边的门的话 其实蛮难管到的 尤其是大门 他知道这个进度是比较多的 是的 所以真的是很 为他感到惋惜 因为这一局的话 确实是他太去想去争3 争4 导致最后仅仅是 还不是仅仅 直接被对方3跑2比0了 对吧 其实对于他来讲 前期真的是很有机会 因为他是抓住了 卡西尼科这边 他比较想 想一个最高的一个收益 就是我先利用这样的狗无声的 去拖你的一个时间 最后我再去正常牵制 那如果这样一套下来的话 肯定行者是有一个很大的多跑面 就不会像这样这么的有悬念 对吧 但他确实是抓住机会了 而且后面的话 有去控一下小门那个密码机 不过那一波 其实史南米也是立了大功的 他当时那块表是拖了很长的时间 对 而且双方的这个心态本身就有所不同 对吧 就这一局的话 即使说Zeta这边被三抓了 也是有优势的 是吧 那保平的话Zeta是能接受的 就换句话说这个圆钉就算最后 我大幅赶到那我就不到了 我也不能说过去之后 被你直接在椅子前击倒 是的 对吧 所以他们的心态有不同 包括最后还没辞他的一个博弈 就是我能博到我就不跑 对吧 那我博不到我们平均 其实一步不亏的 对 我8比1到第三局 我照样要赢你 是 对不对 所以说可能最后的开门战的时候 哈夏这边是非常着急的一个状态 求人者就是静观其变 对吧 我们先稳着来 如果你一旦急了 或者是给到一些机会 我们有这个说法的话 那就直接终结比赛了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FL来讲的话 确实也是前期的劣势太大 对 导致后面的心态 其实也是不如对方稳了 是的 说白了你这个歌剧演员的博弈 跟求人者博弈 肯定是你是一个优势博弈 但到最后的话 哈梅斯这边原地愣牵制了 你看20秒的挽球 还是在同一块板 对 这种情况就很难 咱们赛前去预设到 对 我总不能说好 我已经预定 预想到我开门战 会被一个求人者 他在一个短板 给我牵制个20 30秒的 一个挽留时间 对 主要是那个球的话 其实他利用得很好 因为他在翻过几次以后 你总归是越来越劣势 因为歌剧他会离你越来越近 所以说他最后一次 翻版结束之后 没有继续玩那块板 所以说在哈夏还在准备 跟他进行板件博弈的时候 他已经转到了 一开始那个气囊 进行了一个转点 他一切的一个目的 都是为了说 最后脱掉那个挽留的一个时间 对 而且哈梅斯这个火载掉长银 他玩得很自信 你发现没有 他虽然说有一个球失误了很滑稽 但是他第一个球 帮助大夫去开机的球 真是球扔了人家就走了 是 丝毫不在意自己这个球是不是准 因为他太自信了 这个球扔得很准 他知道这个 其实可能那一波开门战 也是他有一些自己的一个想法 但是可能当时正好 对 太快了 哈夏没跟他撞到一起去 对 他预判了监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向 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而且圆丁也很相信他 他都没起盾 他就站着摁点 对 他就想你放心 我帮你把这个重刺断了 圆丁说好嘞 那我就一直点门了 咱们一起走 结果发现哈夏更快了一点点 对吧 那个球扔到后面去了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那个位置 一旦是阻挡到了那个道路 阻挡肯定走了 那首先圆丁火载调查员走了 那喜纳米直接就走向门地角 对 往向地角 还是一样的剧本 所以说就是这个球 只能说是熟练度 他的练习练得太久了 就给他这样一种自信 对吧 有点像很多那种 邦邦丢了雷以后 他直接回头了 他有自信 我这个扔出去 我就能命中 对 扔过去就中 而且很帅 关键还是很帅 而且你会发现 大家玩火载调查员的话 就知道 他的这个跑步线 跟邦邦那个雷的跑步线 就确实挺像 所以说你可能 两个角色可以互相 双阵营都去玩一玩 对吧 因为他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思路 会比较相近 是的 就练习这个扔球 就练习这个扔球 就往远处扔 对吧 而且这个也都是那种说 我最远距离给你扔到的话 一定是我收益最大化 对吧 我把你在更早的地方去拦到 包括邦邦也是 我更早的地方去给你炸到 是的 最大的话 确实从这场比赛来看 石头还是很猛的 对 还是很猛的 其实总决赛的话 JR这边 我还是挺担忧的 也是比较有压力的 还挺担忧的 因为你看到他们的求人者 不管是面对到时空阵影 还是歌剧演员 对 对吧 前期牵制 绝对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对 再加上他们这个三人运营 实在是太强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场的 这个总决赛 肯定会是非常精彩的一场BO5 是 我们来看一下上把那个赛货数据 海埋兽的话是破译了215 救人一次 牵制了40.9 Kasuniko牵制了70秒 Kinami救人两次 破译了155 牵制了87.1 以及Dolis的话 是破译了两台密码 及救人一次 牵制了71.3秒 是的 那哈夏这边是命中十四季到七次 最终是留下的一名球员者 最后的火灾调查人员是Dolis Dolis 这把的话带了一手双双飞轮 Dolis 他当时一个选点我们还想着 可能这把都见不到太多他的面了 因为本身就选到一个很边缘的位置了 没事 我们刚才夸的也不能作废 那人家哈梅茨在椅子上也指挥得很到位 对不对 就是跟大副说你这边 你不能来救 对 这是有机会回溯的是吧 对对对对 那我们也是看一下本场赛果 第一角的话是Zeta这边8比1 第二局是5比3 最后直接2比0拿下了比赛 是 确实打得非常漂亮 也是挺进的决赛 其实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最下演艺 还是给到了我们的监管者阿乐福 对 第一把完成了一个四抓吧 非常关键 演艺单分的话 1万2 局军淘汰3人 局军击倒8.5次 震慑一次局军命中16次 局军剩余一台门打击 你看他今天的状态 基本上碰到他的成人者的话 是没有办法打到开门战的 对 你看阿乐福现在这个 就是他这一把打的 就这一个系列赛打的 他局军淘汰3个人 甚至还拉低了他的系列赛数据 你就想多恐怖吧 是 他刚才是就是不算这场的话 是局军3.1 对吧 这局两把抓了6个 反而数据还要这样一些 对 太恐怖了 这位选手 他们的求生也发挥得太出色了 对 没有给阿乐福他提升自己数据的机会了 对 之前打的局数越多 我又有机会把我的数据往上升 是 对 而且我感觉这一把 每一把接到的求生 他们那么有机会去三人开门战 还是得益于第一个人的牵制 对 因为他的一个时间已经拉够了 从很大程度上 节省了其他人的一个道具跟状态 那这样到了开门战的话 本身大家前期选的 都是一些非常强势的角色嘛 所以说到了开门战 就很有说法去完成一个 我有几个人在场我就跑几个 是的 确实是这样的 感觉下一局吧 因为我们这一局的话 已经成为一个过去式了 我们下一局的话 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ZATA的话和GR 在IBS系列赛也是有交过手的 那这一局的话 ZATA是相当于是 从败者组又一路杀回来 对吧 杀回来 而且的话ZATA也是和我们 IBS的两支职业队伍都交手了 对 对不对 交手三次 对吧 没转走的话 跟两支职业队伍 这IBS系列赛要交手三次了 对 所以其实对于ZATA来讲的话 他们也相当于一个复仇 因为前期就是因为 跟ZATA交手被打到了一个败者组 但是他一路打回来 那么看一下今天他们能不能复仇成功 对 ZATA的话也是同样 因为我们已经是一路连胜到这了 那何不再连胜一把 对吧 就直接拿下冠军 对 BO3和BO5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是 对吧 还是那句话 把前期的优势做好 基础打好 后面文文的来 对吧 因为我觉得GR它相比于ZATA的一个优势 就在于他们知道如何把节奏慢下来 控下来 对 而ZATA的话 它就是打法从头刚往到尾 比较激 对 对吧 我不管是前几局可能还有比分是怎么样的 一个情况 对 我们都是一个进攻状态 对 所以说IVL这边的话 硬碰硬是 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因为如果硬刚的话 那反而是对面比较擅长的领域 不如你这边缓一下吧 还是缓和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高光时刻吧 好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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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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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4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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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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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散播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肖肖 首先恭喜ZETA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 我们是请到了Alifo和Doliso来到散播采访环 上来打招呼吧 感觉两位流程非常熟悉了 马上要不用翻译了 可以自己来打招呼了 那接下来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那两位 就是这个Alifo确实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真的很突如其来 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一个开门战的三日三跑 所以是想问一下Alifo 刚才解说都说有被Alifo在背战舰的笑容感染到呢 当时在背战舰看到这样的一个奇迹三跑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再来分享一下心情吧 还有就是 我认为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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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监管船送到原地 然后又回去的时候 就是因为当时剩下 就是多利斯拳手 还有监管的 就是1位1的这个场景 那阿瑞福这边就觉得 其实他一定可以做到 也是真正确实做到了 所以他在北战间非常非常的开心 好会声会声的表述 真的是非常相信对 而且当时那个1位1 多利斯的博弈做得非常好 所以就想问一下多利斯 当时面对跟监管者的 这个面对面的拜托 他自己是大概什么时候 意识到的时候 今天这个第一招逃生 是可以拿下 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局面呢 当时在场上 多利斯选手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8逃げだ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が 実際どの段階で 3逃げができるって思いましたか 実際どのように考えて動きましたか 3逃げできるタイミング そうですね 3逃げできるタイミングとしては 結構中間の読み合いで難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最終的に追走して 自分との1-on-1になったタイミングで その南8がないの分かったんで まあハカカLGの2択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その2択をうまく引けて これいけるかも 引き止める決めるタイミングも 同時にいけるかもって思いました だから 見つけた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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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後に 自分としては 1分1の環境に 大腿の上がる 3分間の下がる 2分間の下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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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也是赌对了 然后看到最后 自己心里其实也 就大概有一个数 对对对 然后最后就顺利散跑 刚好看到地窖在那边 然后我就放心了 刚才看到两位有相识一笑 因为今天双方的发挥 实在太亮眼了 因为Zeta求生者这边 今天大家的运营配合 都非常非常棒 包括第一局的时候 也是完成了一个散跑 在哈夏已经先交掉 闪现的情况下 在开门战之前 当时大家在场上 会有个什么样子的运营 去成功把优势去守住呢 这次は踊里選手で 第一試合のサバイバーの試合も 同じく3-2-3-2-2 だ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が その哈夏選手が 通電前に鬼没を 入ったと思うので その後に どういうふうに 立ち回りを考えて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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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已经意识到 这个有可能可以试一下三跑 那之后就是大家的这个配合都非常的棒 最后就胜利的得到了三跑 非常快速的沟通和决策 因为第一局是一个8比1 所以特别还是想问一下阿洛夫 下半场的时候是完成了一个四抓 而且大家都有在说 最后排人的思路好明确 包括在他船上那个背身那一刀 好帅啊 所以想问一下阿洛夫 对于自己的那个四抓还满意吗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那个背身那一刀也很帅呢 然后再次阿洛夫 对于四刀的一刀本当に素晴らしくて 特に作敌とか そして最後のその一撃が本当に素晴らしくて 自分の中では最後のこの一撃が めちゃくちゃかっこいいとか思って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あのためそのステインを隠しながらのため攻撃は あと僕のボンボンの そう育ててくれた人 がその初めて多分 その第五プレイヤーの中で初めてした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今天包括我们的观赏心也都是拉满的 那问完了比赛相关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有一位粉丝想要提问到两位 我们的奇目男人想问 ZETA战略的队人们最近大家最喜欢用什么样的表情包呢 ではweibo からファンの質問ですけれども でもZETA战略の皆さんはそれぞれ大好きなステッカー ゲーム内のステッカーはどれですか どうぞ 自分が一番お気に入りのステッカーはピエロの顔が飛び出てくるステッカーですね ドリスこちら面说他很喜欢的是游戏内有相争的小丑 可以跳出来的一个 这是很可爱的那种放出来的那种感觉 那A keptcot話 ZETA战略的ステッカーは素晴らせるのが大好きな 因为他们没有说表情包 他们说的是游戏内的那个涂鸦 对对对 然后他是很喜欢ZETA战略的那個ロゴ 是的 是的 因为战队的logo在游戏内贴出来真的是有很帅气 很有气势的那种感觉 那接下来说到有气势 看到大家目前的一个状态也都是元气满满 状态很好 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接下来的BO5 两位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期待 有没有信心 では 次の試合の決勝战ということで 恐れずに意気込みを返してください 決勝战ではGRに勝って 必ず優勝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面对最后的GR战略 我们会努力 拿下最终的胜利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Dolis 今天特别棒 阿朗夫 送你一下 今大会は4つMVP取っているのでGRにリベンジして5つ目も取ります 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那他这次比赛 其实已经拿过了4次MVP了 所以希望在最后一场比赛 也拿到第5次MVP 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最后的FMVP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阿朗夫 因为今天大家的表现都特别棒 也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接下来的总决赛 最后感谢两位来到最后采访 再次恭喜Z泰战队 拿下今天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总决赛 让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拜拜 爹地的总决赛 总决赛 敷阳